你敢相信梅子可以穿19月都不吵吗 三月19号在社头火车站前前前的讲床 有一个床叫我幸福之外回馈工业活动 现场有30间的华人高手在这里拍打 让你位头到较变身时尚达人 社头上有名的就是自梅子 在科技的进步之下 出现了各种机灵的梅子 甚至梅子还可以变身为的出品 中华馆自梅子産业发展学位及合同社团体 中在这星期也就是19号 社头火车站前基盘一条 教我幸福之外回馈工业活动 这要用发表就会换一项目 三月19号 是由我们彰化县之外坎内发展学位所举办的活动 叫教我幸福 我们这一次举办这个活动 重点就是延续去年 连续那个资华巴勒姐全国的乡亲很热烈的支持 跟购买力 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挑选30家 特别GEO的厂商都做回馈给消费者 所以这一次活动主要来到我们的活动会场 打卡我们就送袜子 送一双精美的袜子 那还有这一次我们是结合公益的活动 因为这一次 我们只要消费者拿三月四月的发票来到我们会场 我们就可五张的发票我们就换他一双袜子 那还有就是我们这一次厂商基于社会的责任 他们所提供一些袜子 就是我们在活动绝世以后 要赠送给弱势之情 还有社会上需要的团体 那比如说是那个加湖中心 我们这一次就是要举办这个活动 这个目的 中华在地MIT级美业生涯的合文化共议活动 欢迎所谓的乡亲有时间 能前往体验子美业文化 感受到台湾子美业生涯 安静的过程 欢迎大家3月19号到社会来 买好话做公益 我好幸如我 新中的新闻北冰林下头彩虹报道